为了让小朋友们欢度难忘的儿童节 我们看了日前慈悲基金会 携手宜兰县佛教会 前进到当地的国小来送关怀 包括有爱心超商卡 还有各式的绘本文具等等 同时也感谢小朋友们 平常就到蓝阳人爱之家 来和野奶们互动 亲人大师三口精神扎根校园 日前冯安山慈悲基金会 携手宜兰县佛教会 在蓝阳人爱之家的带领下 共同前进校园庆祝儿童节 但是孩子们平日里发行服务 代表佛光山慈悲基金会 宜兰县佛教会 还有善心人士提供的爱心超商卡 还有精美的书甲 以及可爱的口罩 来感谢我们龙坛国小 袍伦分校的学生 他们平常呢 就很热心的到我们蓝阳人爱之家 陪伴我们的长者 让我们的长者在生活里 有很多的乐趣 宣导三好 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 实践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除了提升品德之外 也让他们的人际关系相处 更和谐 小朋友绽放活力带来精彩歌舞表演 感谢佛光爱心带来暖心关怀 在这个属于儿童的特别日子里散播欢喜 扎根菩提种子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那这位视灵军艺宜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